下一題 簡單小問題 也是康宣立體 立體又是那種沒有什麼程度隨著的題目 他就說啊 記證啊 跑步啊 打破四天紀錄啊 然後呢 200公尺 22秒啦 其他的跑多快 很簡單 因為他沒有辦法剛好整除 因為數字的關係你要寫到小處理的第二位 不算一下就好 因為數字的關係 所以你需要寫到小處理的 第二位 左邊 哇賽 多快 其實如果是選擇題的話要猜也蠻好猜的 就是他會比每秒10公尺再稍微 少一點 少一點 因為每秒10公尺就220嘛 對 所以沒有220嘛 所以就少一點點 但也不會少太多 所以選項就還蠻好猜的 因為通常老師不會故意出一個 9.1 然後9.2 然後9.3 然後就瘋掉 然後就出一個7 8 9值 要不然你就直接蠻好猜的 OK 好 來 大哥 多少咧 欸 現在換誰了 女生 是女生嗎 齁 連續兩個女生 為什麼要連續兩個女生 因為剛剛卡丟了2號 好 來 連續兩個女生 來 一個叫3號 一個叫3號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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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09 請坐下 答案叫做9.09 就除就好了啊 花多少時間 多少位移啊 這理論 花多少時間有多遠啊 除一除就好了啊 就覺得09 就是數學而已啊 沒有什麼 那下一個咧 也很簡單 一種考試是那什麼 看到煙火 聽到爆炸聲 問離多遠 這不是啦 這是要跑掉 更簡單啦 點來啊 點來以後 迅速離開 跑到80公尺 他正常就蹦掉了 那表示你花了多久 我用每秒 8公尺的速度跑離 跑到80公尺 他就蹦了 所以表示他今天有多少 這樣夠簡單吧 這樣夠簡單吧 聽到點去找兩個女生 是吧 好 那我們就再找一位 可愛小女生 有可愛小女生嗎 有 有 ELEVEN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A喔 Are you sure? Do you 確定? 對啦 對啦 那麼兇 那麼溫柔 請坐 速度是距離除以時間 所以時間是距離除以速度 我跑了80公尺 然後我的速度是每秒8公尺 所以我就要花10秒鐘 很簡單就結束了 這是兩個簡單小問題 OK嗎 OK